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小带ET才智talk 今天邀请来林少阳Vincent 你好 你好 Debbie 很久没见你做访问了 不敢烦你 因为知道你极忙 而且也没有什么好说 其实这几年港股都比较悶 是的 之前那几年 跟金融经理朋友说 说中国股市不要了 不要搞好厌恶 但最近你知道 主题上 人人都在看着中国股市 特别是一个大时代 基金经理就哭的 大部分身边熟悉的 很不喜欢这种市况 那你现在的思路是怎样 都差不多了 其实很难跟 因为始终我们不是一般的散户 仓位一来比较大一点 第二 其实也没有可能是 你原先的配置 一下子就洗过牌 就重新握烟中港股市 因为我们策略上面都比较保守的 有些中港股一直都有留守到中港股的 这次其实不是很享受到upside 因为其实我们持有的都是d中特股 那这一波其实就不是怎么升的 反而有少少凳仓的hedge 所以这一转我们就没有怎么赚钱 但是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大的downside 但是其实觉得都比较难操作 因为你很难向后交代 就是你的portfolio是不移动 而市是突然间急升了上去 还有问题是如果你说到12月都说 明年再算 但是政策出在9月底 然后港股还要是早A股大概一个星期 可能是炒美国减息那一转 其实已经率先摸了底涨 那变成了你们就更加急了 就是说还有两个月我怎样 你可以这么说 但是其实基本上这样的市况 我觉得其实令我们想起 就是2015年的政策市 因为其实无论从政策的目标 和推出来的measures 其实都很接近的 那时候还有印象 还有一个印象就是人民日报 都在帮忙推说这个牛市是可持续的 会 last for 一段很长的时间 甚至说4000至5000点才是起步点来的 但是N1其实现在差不多10年过去 现在A股上证都还是在3000多点 就是早前是去到2000多点 所以其实这个情况 其实这个情况其实其实这个情况 其实挺像2015年的 其实纯粹就是因为靠资金面 和国家一声令下的号召 令到那些股民是突然间疯狂地入市 其实政策市就从来都是最难玩的 但是因为你头那一阵有机会夹得很急 你也认识不到之后的后续性有多强 如果譬如看回这些 有些大行都画了以往 我们经历过一些政策市 其实市的弹幅 现在其实你看到红色线那一刻是最急 而且在短时间内抽升得很夸张 这个就不是恒指 这个我们用MSCI中国指数 就是反映比较多的外资 可能会追踪的一个指数 其实我们经历过 譬如你说如果港股这样 我们比较深刻 譬如97-98亚洲金融风暴之后 政府入市那一阵就有一个政策上的急升 然后譬如08金融海啸之后 是环球的央行一起工作 那么市急升 2015年初就像你所说的 因为鼓励大家一起入市 希望创造一个财富效应 去救回经济 接着后市就急升 接着就是20年疫情之后 刺激政策 然后2022年中国开关 那时候听过真的基金追货 所以都是持续很长的 为什么那么多个你特别觉得是似201 不是背景上 因为纯粹是资金操作 当然了 其实都有在实的经济上 有些政策上的扶持 例如帮扶一些中小企 其次就是对于一些做案件 就是那些事业人士的减息措施 都会对大家供楼的负担是有点减轻的 但是其实实际上 那个作用未必太大 因为这一波 其实我想那个最大的政策上面的打击 主要是来自内防那三条红线 令到其实整个民营的内防 整个行业是断灭了的 其实对于整个国家 因为房地产是牵涉到很多个不同的行业 起码是20几个行业相关的 包括上游的做建筑材料 去到下游的做工程 其实和前线的销售 其实牵涉打击的面子都很大 还有民间财富蒸发 是的 包括海外的民间财富 包括有不少人来买了一些内防的 境外的美金债的高息债 其实都是几乎清零的 说的是几千亿美金的这个债务 是两三年之内的财富突然瞬间蒸发了 所以推出来的这些措施 其实相对于过去两三年财富的位面 其实那个比例是不成比例的 我觉得其实实际上帮助未必真的太大 你一点点就悲观 因为我们都见识过这么多次的政策市之后的结果 如果你说像2015年大家是会很害怕的 如果当时有经历过2015年的那一刻 其实中港股市在很短时间之内 说的是培性 特别是A股 然后阿爷害怕 就是中央觉得这个蜂牛出现了 所以就开始打击场外配资等等 所以股市就很快的泡沫爆破了 我记得过两个月之后突然爆发声 然后跌到2016年的年头 其实累积好像跌了四成多 对 跌了三成多 四成左右大概 A股就再多一些 我们说港股就跌了三成多 如果你说似的 我们今次是否都要有这样吃虾样 最终股价是跟着基本面 当然我想这一次 因为它放水的力度都是大 我想是对于基本面有药干的帮助的 那帮符是来于过去两年 当然恒生之数来说 就是那个低位 就是二年十余的低位 以及今年年初的低位 都是大概稍微低过15000点以下 我想现在可能低点上移到16000点以下 或者17000点以下 就是16000几点的水平 就是可能低位 比过去两年的低位 可能上移了2000点 但是其实要记住 现在其实 现在是20000点 早两个星期去到23000 其实就是 我觉得是在波幅的上限附近的 那当然 其实具体哪一天呢 是否有没有机会穿一穿 刚刚十月初的高位 其实没有人估计得到 因为这些无情力 因为牵涉散户的疯狂程度 其实是没有办法预计的 我想其实都有机会 因为其实这一波 其实始终 你见到那个成交量 无论是香港 港股也好 或者A股 都是创了历史新高 所以我觉得在高位 尤其是十一黄金周前后 那个星期 其实就困住了 附近了不少钱 在高位那里 我想未来很大机会 可能是一个尖顶 和之后 会是跟着可能有一个 你当一个派货期 我觉得未来两三回 可能一个高位还行 那究竟 之后会不会有一波 再穿回十月初的高位 我觉得 比较难估计的 因为我觉得有机会 可能有一个商顶 或者可能有一个高低顶 而第二个顶 可能是稍微低 过第一个顶 因为第一波的 那个购买力度实在太大 表现是over suit 那留意一下 即23,200 就是刚刚看到图上面的这个高位 但Vincent都提到 因为我们创了一个纪录成家 超过6千亿 很多人问当时有4千 5千 6千 究竟这一个益是怎么造成的 是因为现在的衍生工具很多 很多人就做了很多option 有很多或者对冲基金 一些做过股控仓 所以也多了很多的北水南下 而引致到现在这个大时代开始 其实是你 北水 我认为实际上的金额 又不是这么大 因为你看回每天的net inflow 可能都是说百多亿 其实跟之前也不是差太远 所以相对于说5、6千亿的港股 每天的成交 其实不成比例 我相信当中有一个比较大的比例 就是沽空盘的平淡仓 包括衍生工具 以及股票的抛空那些 都是要平淡仓 因为夹的力度实在太大 其次就是有一批对冲基金 我知道你都预备了一张chart 是的 对冲基金其实看到 都有配置港股 因为跟风是买回上来的 但是你看到这个chart 其实也看到 互惠基金就是multual fund 那些其实到现在都没看到 有任何的升息 是想重新配置到中国股市 你了解是不是也是 还是很hesit 因为我想主要是考虑到 国际地缘政治的风险 因为美国政府可能都一直是 背后势紧还手 阻止国际基金 投资中国两地的股票市场 我想这个长线的政策 未必是轻易地可以逆转 尤其是护卫基金 或者是退休基金 比较长线的看法 不会因为你短线炒两三个月 就会改变他们长线的资产倍值 而这些对冲基金 我想是因为它是比较硬的 它这一转进来 可能他们都是炒了一两个月 或者甚至一两个星期都有 其实我觉得是比较难估计 究竟他们什么时候推出 甚至我看一些投行 其实有部分人说 其实10月初那个礼拜 开始都有部分的对冲基金 已经是获利回套的 是 是 是 因为他们很純粹 可能是一两个星期 有一个 event 那些东西不知道 高盛大摩 突然说有一天 10月2日 那单日对冲基金的流出 中资股的规模 是创了纪录 是的 是 之前9月那个星期 就是创了纪录流入 然后之后单日可以创了纪录流出 可能就会令到我们 市场上下落 那投资者来说 其实就会问 那我们还有距离年底 首先第一 我看到每一天 其实中央现在都不停在出招 很想拖着整件事 但是他每一次出来 那些外资都是失望的 因为你的数字又不出 你的目标又不定 我又看死你 未必扭转到螺旋式的通缩 就是那些这样 那年底还有很多 定义政治其他因素 其实特朗普现在会不会坐稳 之后引发中美的一些余波都不知道 那你们是怎样呢 会过第四季 看清形势 外资有部份 那些企业就说 要有10万亿的救市的措施 但是说10万亿 如果一年之内 使得10万亿 其实是困难的 因为一年 中国的GDP大概是130万亿 那10万亿是6-7% 就是接近一成的一个 就是那个Deficit 其实是不可持续的 我想他们都可能会慢慢撕 那见到例如前几天 提划6万亿 好像很近半 但是分三年 每年2万亿 其实跟他之前 Amance 就不差很远 只不过就是 给大家派了定心院 就是说 不单止今年会派 而且明年和后年 都有2万亿 占底 但是2万亿 相对于130万亿的GDP来说 其实比例又不是太大 说的都是一点多 不够2% 其实我觉得是 对整体的市道 那个帮扶 也未必的力度是大 足以扭转回 大家对于整个经济 因为始终人口红利已经消失了 而中美的贸易战 都可能会继续持续的 尤其是11月5日 就是美国大选 那现在在吹风 就是Donald Trump 都赢面是稍微高一点的 所以不是出现了Trump 是的 那个情况 看来可能贸易战 可能会重演战股 而这方面 因为这两三年 尤其是疫情之后 其实中国那个 淨出口 其实对于GDP的增长 是一个很大的刺激 因为其实现在 过去那三年 一直创新高 就是因为疫情的 扰乱了海外的整个供应链 令到中国反而受惠 加上今年 其实虽然就开始 看到就是 有不少的 就是一带一路的国家 都和中国加大了经贸的合作 加上刚才 就是我们没有提到的 很战争 那俄罗斯也是加大了 和中国的贸易的关系 但是其实看到 其实就是 9月份开始看到 贸易的数字 开始有些见顶回落的迹象 那增速是在放缓的 我想接下来是有压力的 因为其实始终 贸易战 虽然打了五六年 但是其实 那些人要转移生产线 需要的时间很长 因为开厂 由审批到起厂 至少五六年的时间 所以我觉得 未来的 展望未来三至五年 其实未来的GDP增长 要维持回 要补到5% 是有一个困难在 是的 刚刚就新生初龙 出了一些内地的 经济增长数字 那开出来 虽然你看到 连续两季的GDP 是有放缓的 但是第三季 其实都做到4.6 大家都修复 是的 市场预计是4.5 是的 那觉得算了 OK了 然后中央就说 我真的很有信心 今年全年可以补到5% 而你看很多细分 譬如一些 外资行柴台的零售销售 略有改善 那工业生产 都是4个月以来 最大的增幅 那叫做站稳 但是我想你们 就不会暂时 看一两个数据就算了 那10月有个黄金周 同报出来的数字 都不错 像你所说 有些财富效应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引发到一些人 会增加一些消费 好像卖楼方面 那些头条 就讲得很漂亮 大家就说10月份 很多的内房 买到房子 都会站稳 那你够不够胆 都预示 至少情况没有之前那么差 bottom 了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out sequentially 有改善都很正常 因为今年头9个月 内房 都继续是断崖式的跌 那种销售 预售的金牙 是说的是 超过三成的按年跌幅 大家要记住 去年2023年已经是一个很低的 低基数 因为其实是2021年 建顶完之后 22年和23年 已经连续两年段颜色的跌 现在其实比高峰期 可能你当 每个月销售总金牙 是不及最高峰的时候 都不及两成 在这两成的基础之下 你升多三五成都很正常 就是两成 升五成 其实都等于高峰期的三成 那实际上我想问你们 会怎样才放过去呢 就是你会觉得 哎呀 你给一个十万亿的上 因为你大行计十万亿 他们是 一定找到一些理由出来 老实说我觉得中央政府 其实没有需要做任何事情的 是的 有得退周期回来 你未出政策之前 其实你看到今年 在上半年都一直在上去 那其实只要基本面 是支持到股价 其实股票自动会按 它的基本因素去行 那你现在其实只不过是令到 原本是两年内 到的这个目标价 就两个星期之内就到了 是的 反而害怕了人 是的 其实令到很多长线 刚才你觉得 是更加难做资产的配置 因为其实你用两个星期 就能够到两年的东西 但是别人根本上 没有可能买得到的 尤其是一些大的基金 基本上你没有可能 在两天之内 就做好所有的配置 那你拿了一个平均价 你发觉 你动的东西 动得这么快 它根本就没有可能 买到想要买的金额 你觉得其实那个装是国际投资者 还是中国的人呢 因为我们刚才都开麦前谈过 他们有的钱很多 户口里面十几万亿的储蓄 中央就是想逼他们出来做一些东西 不要把银行都放在全部 我都知道我都不来买 但是他们 你见南下就算进来港股的钱 今年都掃了五千多亿了 那我们究竟看哪个做装呢 其实就 你看回南向那些所谓的北水 其实每年都是正增持港股 那今年其实加快了增持的速度 那你见到其实 尤其是中特股 尤其是大的国企 那些高息的国企 其实就今年年初 就算指数是没怎么移动 其实都一直上升 例如中开又讲得到 它升了五、六成 就是versus 去年年底 就是在最高位的 最近虽然会回了一点点 电信股都是升幅小一点 但是其实都不是太差的 那最近反而因为市市升了 大家觉得想有些冲动 想那些稳定的股票沽出去 我就建议大家就最好不要 其实至终 尤其是零售或者是 那些相关的民营企业 其实中小的民营企业 其实我觉得经营状况 都还是困难的 虽然marginal有些改善 但是其实就要令到整个行业 都有改善 我觉得困难 如果选股要好下的眼光 因为这种市况 其实很多个stage 就是我们现在可能 有机会经历了stage one 就是那些夹仓 很快很急升大成交 然后可能有一个 横行整固的阶段 第一 大家一定是充一些high beta 是不是 那这一阵完了 我们戴入第二阶段 可能已经完了 因为说的是 例如内房 有部分是升了两三倍 有不少 其实都是一个double 其实你看回之前 例如2015年也好 或者是2022年年底 就是那个疫情 重启的valley 其实跟这一次都是似的 除了一五年之外 其实都是last for 一两个月的货制 那是十几天升了两成多 是啊 那接着其实你见到 之后呢 看看有没有能力 是不是会再升多一阵呢 又视乎之后的fundamentals 有没有改善 但我见到其实 不论现在出的政策也好 相对于过去那两三年 那些打压政策 其实我觉得是 比例是 始终都是 我再重申一次 是不成比例 因为我给个数据大家参考一下 国内那个总住房的总市值 大概就是四百五十万亿左右 那如果加上商业房地产 可能接近五百万亿 那因为住房是 比例大一点 大概GDP是三点多倍 三点多接近四倍 就是如果加上商业房地产 那这两三年你见到 那个整个市场 是一片直整 其实对那个负财富效应 是负面影响是大的 那虽然你看回 国家公布出来的房地产的指数 未必跌很多 你说可能跌十几个百分钟 或者二十个百分钟都不够 但是实际上可能 因为没有成交 对于大家想套现 有套现的需求的那些用家来说 其实实际上的负财方面 是比国家保出来的数字 会再大一些 尤其一线城市 可能跌幅会再大一些 在这个情况之下 其实是没有了差不多 等于一年的GDP 所以你振了多少万亿 对 那个比例 我觉得是相对 你讲两万亿的帮扶 versus 你讲的是 四百多万亿 如果没有了一成 你讲的是一百万亿 那两万亿一百万亿 其实都是2%的财富消失 所以其实那个比例是很不成比例 再比较多数据大家 A股的总市值大概是七十多万亿的 大概是佔GDP的60% 大概是六十多万亿的 其实相对是小的 所以正的财富效率 相对于楼市 就是比例是小的 所以你说就算刺激到A股也好 对于短线大家的消费信心 相对于楼市的下行 其实那个比例也是 最多是帮扶到一两成 讲的是比例上面是差很远的 如果基于这样的假设 其实我们都还要继续 因为那些东西 takes time 让我们去看到一些证据 一些长线基金一定会跟我说 你给了多些证据我先看到 我就来 现在暂时都是处于 觉得和以前的政策是一样 但问题是你都说 估值其实真的是OK的 相对于美股二十多倍 相对区内 譬如印度那些都相位数 那恒指其实都是 反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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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十倍的 但其实你说是不是很便宜呢 相对其他新兴市场 泰国可能差不多这些估值 印尼或者是马来西亚或者菲律宾 其实我看过一下 他们其实这些估值 不会和中国股市差很远 尤其是你用A股 Versus 菲律宾 马来西亚或者印尼那些估值 其实就不差很远 但是政策风险 跟他们相比 我们又不相伯仲 你觉得 仲大一点是吧 那么大一点 我们的政策风险好明已经大很多了 那么好明 有地缘政治的风险 有内部的政策风险 那你国家 你见到政策也是摇拜不定的 对于一些长钱来说 这个风险因素 多于是真的帮到市场一霸 最近的政策也是 你看到他出的力度是这么大 而且是这么密集的 反而是令到一些想做长线配置的投资者 觉得是担心的 因为他们都觉得 你这么急 可能有很多东西我看不到 所以你才这么急 短时间做这么多东西去说服我们 但是你说服不了我的 所以说 如果我们看这么多区内故事 我都知道你们本身有没有倉 是配置环球的 之前曾经说中港故事 很性格的过来玩一下 就说沽了日本 或者减持了一些日本 印度之前赢了很多 甚至韩国其实玩过一种估值修复概念 但是到最后都输得很重要 那就是说过来我们这边玩 那有没有出现过这件事情 还有未来的rotation 会不会是这样的 我们就没有了 marginal可能加了少少 一两只消费类的股票 我觉得始终 例如无论减按揭的公楼的利率 或者是对中小企的民营企业的帮扶也好 还有对于A股的价格 短时间之内都有两成多的升幅 其实我也有一个财富效应在 所以我觉得消费市道是有些帮助的 但始终我们配置了少少 就是若干消费的龙头 还有互联网相关 其实都是消费类的概念 因为互联网 其实他们不至于像美国的Big Tech 有这么高的技术含量 但始终他们对于消费市道的复苏 敏感度是高的 但这期已经升得很急了 第一阵走去地线 又或者是国际性的基金 其实你跟它说来说去都是阿里巴巴 即它不是很识其他东西 阿里巴巴 最多就是美团和腾讯 但之前就说最underweight 其实阿里巴巴就已经追了很多上来 现在一段如果没有的话 你都不觉得暂时要配置在这些地方 是啊 因为始终来这一波 今天我们录影的时候 就刚刚看到好像 因为昨天穿一穿两万点附近 尤其是旗子那里 看到也有一些投资者 可能会觉得两万点附近 可以着量买一些 其实就是一些重要的 我想在整数位 齐头位 就是一些心理关口 有些投资者会觉得这个位 就是前两个星期两万三千多点 其实都有15%的截阳 这个位置我觉得 刚刚就是中间架 就是之前和最高位 这个位置 我想有些人会觉得 就是你纯粹擦波幅 也有些直播率 就是擦波幅 不是真的长远健康的策略 所以我见你 譬如我说 未来拿些什么 你都是很稳定为主 我见你的那些建议 都是一些有腰收 然后盈利的透明度比较高 各样的那些 就是电信 譬如能源的电信 那些你一向都要持有 是的 这个逻辑 其实我觉得比较简单 这次来政府 其中一个说 就是做一些低息的margin financing 给一些大的企业 或者上市公司的老板 或者一些基金公司 回购增持 是的 其实主要就是 你讲的是低过2厘 1.75厘左右 是的 我想他们 由于做了margin 我想他们会比较稳定 所以如果他们要 用这些margin 的额度 来买货 很大机会是买一些 稳定的 好食的 保证盈利不会跌 而派息又远高于 资金的成本 资金成本就当是2厘以下 如果你有6厘的话 其实就很稳定 我觉得 这个其实是一个 中长市政策上 我觉得是一个 比较大的政策的受惠者 就是明显地是一个受惠者 而就算没有政策的扶持 也好 例如电信公司 其实它的盈利 基于两年前的政策 三年前的政策的转向 对于电信股是有利的 因为你看到 早几年很多 即是他们减少 阿里巴巴 或者腾讯 美团 都说想做云计算的业务 现在其实大家都 操促一点的说 就收了皮 其实基本上 就给了三大电信箱去做 尤其是大的国企 基本上 因为基于政治正确的原因 都要将这些 Digital的业务 就是给自己的 亲生的兄弟姐妹做 我觉得其实 这里对他们来说 是 2B的业务 未来会有个不错的 一个boost 主要是抢了民企大的 民企的饭碗 所以我觉得 其实未来几年 很大机会 三大电信箱 要维持着10%以上的kega 即compound annualized earnings的growth rate 其实是不难的 在一个接近通缩的 这个大经济环境之下 一年你要有10%盈利增长 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表现 我觉得现在大概10倍PE 或者稍微低 10倍PE 其实是一个便宜的 Rachel里 尤其他们很多都已经promise了 未来的派息比率 可能会超过失成 是的 他真是说到做到的 事实上这些年 你看到 他一直在派息比率 加上派息比率 我觉得其实 你已经有六七里 战底 加上政府那个 低息的贷款 给别人去做孖展 我觉得这些高息的 大的国企 其实就没得输了 要先走 放在第二天 其实我就要稳定先走 我不是说消费股 没得所谓炒的 因为其实如果 你很凝固的 你刚刚做了一两只 例如今年 例如 泡泡马特 都涨了很多 是的 泡泡柄頂 但是你100只里面 才能选一只 你想想 你自己有没有能力 在万中选到最好的那只股票 我觉得是困难 如果其实 每个投资者 要看看自己的能力圈 你有没有能力 在这些 就是一个内卷 极之严重的消费 那个零售行业里面 选到的龙头 都是 在我们看的那些视频 最出名的就是那些 如何窮友 就是怎么样是 零元消费 那些年轻一代 其实现在在走这一套 那儘管看看 究竟这一种 出现了的状态 是不是真的 在国策底下 能够扭转到 今天 谢谢Vincent 和我们很详细 分析了你的思路 希望帮助大家 节目时间差不多 下次再见